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要在一般在11月1号以前提交 在12月的上旬和中旬陆续就有消息 那么我们这个讲座就系列之三里面 我们主要讲一下高中阶段选课 还有参加标准化考试 还有数学竞赛方面的内容 我们先说高中阶段的选课 大家知道美国的高中有所谓叫AP课程 另外还有一种系列叫IB 用AP的可能略多一些 那么我的女儿上的托马斯杰菲逊高中 TJ高中用的是AP系统 AP全称叫Advanced Placement 简单来说就是学生在高中阶段 就学习大学阶段的课程 那么学这个有什么好处呢 学了这些课程不一定 就是说你在大学阶段就可以不学了 因人而异 因学校而异 大部分说比较好的大学 一般来说虽然你上过这个AP课程 也不能说你在上大学期间就免休这些课 但是呢你上这个AP课程呢 对于申请比较好的大学录取有利证明这一个学生的学习能力 另外呢对于在上大学以后嘛 比较适应大学阶段的学习生活也会有利 需要指出的一点呢是AP考试和学校里的AP课程 这是两回事 AP考试呢是统一组织的 有点类似中国的同考或者高中的会考 学生呢去参加这个AP考试 在学校里面呢在高中阶段你上的AP课程呢 这是在学校内部 所以呢你参加AP考试 哪怕得了满分五分 这个呢也并不代表在学校里同样上的对应的AP课程 就能够得A 反过来也是一样 你在学校里的AP课程得了A 但是呢AP考试那天发挥的不好 或者有别的原因也可能就没有得到满分 所以呢虽然都叫AP 这个是两回事 我的女儿呢参加的AP考试 一会儿我们会说到 在学校的AP课程呢 她一共上了15门 所谓叫AP和这个Post-AP课程 Post-AP呢就是AP以后更高一级的课程 另外还有17门呢是这个荣誉课程 Honors课程 当然这个在TJ高中 专门的科技高中对于这样的课程提供的机会多一些 她最后呢算到这个GPA呢是在4.6左右 那为什么会高过4呢 因为有一个加全上的这个AP课程以及Post-AP课程呢 如果得A呢 那么在成绩单上呢可以算5分 如果上的其他的有一些这个Honors的这个课程呢 可以得A的话可以算4.5分 所以这样呢折合下来 因为它在高中阶段呢所有的课程保持了全A的成绩 所以呢最后呢GPA呢能够达到4.6左右 那么这个呢在学校里面呢是比较高的 因为呢高中呢并不公开大家的数据 你可以知道自己的GPA 但是并不知道所有人的分布啊 是这样的 其他人的你也不知道啊 除非人家主度告诉我 那么我们自己猜测呢 比如说在这个TJ高中 每一年400多毕业生里面呢 他大概排在前面能够5%啊 或者说在前面的230位 也许更高 那么初中的这个成绩呢 有的可以带入高中 具体会反映在高中的成绩单里面 当然他初中阶段呢也保持了全A的成绩 什么样的会带入高中呢 包括代数1几何 还有三角和代数2 这里呢还有一个细节 一个取水 比如说他在初中呢 读过拉丁文 如果光从GPA的角度呢 这个课呢可以选择把它取消掉 因为这个呢并不是那种 可以算4.5或者5分的课程 所以你要是把它取消掉呢 那么分子少了分模也少了 因为这一门课本来只算4 取掉一门课呢 最后GPA算出来能够略微高一点 但是呢GPA的数字并不是一切 是吧 大学在录取的时候呢 他也会看学生上了哪些课程 反映了这个学生的能力呀 取舍呀 兴趣 所以呢 他不仅仅是看最后GPA一个数字 这个嘛 对于不同的大学 公立的 私立的 美国的 还有美国以外 比如中国的 那显然呢 GPA这个数字虽然有用 但是并不是全貌 所以还要看成绩单 我们经过考虑呢 最后还是保留了 他的拉丁文这一门课 原因之一呢 也是因为他在高中呢 没有继续学拉丁文 高中学的是中文 一会儿我们还会说到 上面呢 是他的GPA等等的情况 那么他具体读了哪些课程呢 经常有的人比如说 会有兴趣说 我上高中啊 可以有一定的灵活性 我可以选课 但是呢 这个课有复杂的关系 有些课有这个先行课 说有的呢 学物理生物化学 对吧 还有数学 这都有一个成绩的关系 你要是微积分没有学好 那有的时候物理有的课程 那就不容易掌握 所以呢 课程的选择 在高中 美国的高中要上四年 这里面是怎么选的呢 那我们自己的例子 和大家分享一下 在高一阶段呢 他学了科研应用的统计学 还有经济学 还有英文课程 计算机 还有生物一 化学一 里面经器人 做机器人的课程 还有中文 还有TJ高中自己的数学四 和数学五 这个呢 相当于别的高中的 所谓叫pre-calculus 就是微积分的先行课 高中二年级呢 他读了英文 还有世界历史 然后呢 开始有一些AP的课程 包括AP微积分BC 另外还有一个微积分AB 微积分BC呢 算是更难一些的 所以这个适合 对数学有不同程度和能力的人 还学了AP的生物 AP的化学 另外还继续学了中文 高三的时候的课程呢 学了英文 还有美国历史的AP课程 另外呢 有多元微积分 线性代数 还有TJ专门的数学课 另外呢 还有一门有机化学课 这个应该是在AP以后的Post-AP 我自己呢 有有机化学的博士学位 对于辅导孩子的功课 可能有一点点作用 但这也只是他的一门课 另外呢 他学了物理的AP课程 这个呢 是学校里的课程 对应的AP考试呢 有两部分 有力学的 还有电词学的 另外还学了中文的AP 看到呢 这个中文啊 学了好几年 那么我们当然是华裔了 是中国留学生的第二代 按说呢 在家里呢 有这个中文环境 能够听懂 但是呢 听懂的一些呢 都是日常用语 比较抽象的内容 比如说诗词啊 哲学啊 或者专业内容 比如说呢 举个例子 数学 如果说像这个英文 我们平常都表达 这个日常没有问题 那专门呢 比如说像辅导 哪怕小学数学 三角形里面 30度角 所对的直角边 长度是斜边的一半 这个我用英文呢 就不容易讲清楚 像这样 所以呢 这数学有专攻 这也是说呢 有的时候 比如孩子要学数学的课程 可能要专门的英文的 讲授啊 辅导 这样才好 参加英文的考试 那么 这个我们的意思是说呢 所以这个孩子呢 因为还是要学这个中文课的 就像你在中国 一样也要学语文课 是不是 也不是生来就会 因为你除了听啊 理解 还要说 还有读写等等 是吧 那我们给孩子呢 在高中阶段呢 他可以选别的 也有一些学生呢 一些同学 选了西班牙语 法语 日语 也有拉丁语等等 我们经过商量的孩子 最后还是选了中文 因为可以感觉到嘛 学中文呢 比较有用 中国是世界第一大工业国 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贸易等等啊 这个呢 学的中文呢 可以和世界上更多的人 更有效的沟通啊 所以对于生活 对于工作事业 都是有用的 那么另外呢 高三除了前面说到的 几个课程呢 他也上了两门 专门的生物课 以上呢 是高中前三年级的 到了高中最后一年 Senior一二四年级呢 就要申请大学了 所以主要看的那些 前三年的成绩 当然你第四年不能就完全 不学了是吧 那也不可能还要保持 那么这个高中第四年 学了什么课程呢 学了英文 学了一门叫法律与社会的课 还有呢 政府或者叫政治学的课 有一门课呢 也是生物类的 是包括了脑科学 心理学 行为科学等等 还有计算机的AP课程 概率的课程 还有一门叫地学课程 Geo Science 神经科学研究 以及更多专门的数学课 以上呢 就是高中四年上的课程 那么参加的AP考试呢 有下列这些考试 他在所有这些考试里呢 都得了最高分 一个满分五分 AP考试呢 包括有生物 化学 微积分 BC 物理的力学 和物理的电磁学 还有美国历史 中文 计算机 英文 以及一门可以叫政治学 US Government 这些课程 这是考试啊 这是参加的AP的同考 前面已经说过 AP课程和AP考试 有一些区别 那么以上呢 是高中阶段上的课 和对应的这些考试 那么另外呢 你申请大学 还要有一个标准化考试 这个呢 不好类比成中国的高考 因为重要性 作用小多了 有点类似 大家知道的托福啊 GIE啊 等等这种考试 这个呢 大家知道 美国申请大学入学 标准化考试呢 很多人考的是SAT 也有一些人考ACT 我的女儿呢 考的是SAT 她是在高中三年级 那一年 开学后不久 在申请大学前一年的11月 高三 第一学期考的 获得了满分 现在是1600分 SAT满分 过去是2400分 然后呢 她的数学和语文部分呢 都得了满分 我们没有上辅导班 她是就考了一次 自己去考的 那么关于SAT呢 我自己另外写过一些介绍文章 在我们微信公众号上 是我自己呢 看了SAT考试的内容 分成哪些部分 然后呢 根据我自己的理解 写了一些介绍 以及我认为 可以怎样更好的准备 这个标准化考试 我自己也自认为吧 可能是比较擅长 考这种标准化考试 除此以外呢 我的孩子呢 还考了SAT的专项考试 SAT有若干的专项 他考了呢 数学的Level 2的这个SAT 这个是在高中二年级 十月刚入学后不久考的 得了满分800分 然后呢 在高中二年级过后的暑期 高中三年级开学前 他考了生物的SAT 也取得了满分800分 在高中二年级学期结束前 他还考了化学的SAT 也获得了满分800分 另外呢 还有一个叫PSAT考试 这个比SAT要容易一点 可以算是SAT的预考 不见得一定要考 他是在考过SAT以后呢 当时又是GF呢 去考的也获得了满分 这里顺便说一下呢 从中国如果申请美国的高中 尤其是私立高中 你可以考虑呢 有一种考试 叫SSAT 全称呢 叫Secondary School Admission Test 这个不是必须的 但是呢 对于上好的私立高中 被这样的私立高中录取有帮助 为什么呢 公立高中呢 绝大多数是按照学区划分的 大家知道呢 在美国没有小生初的考试 也没有中考 那你住在哪里 哪一个学区 就上什么学校 当然学区之间有区别 那个别的一些公立高中 比如TJ高中 还有纽约市的一些特殊高中 通过考试来录取 但是呢 他们一般呢 有自己的尤特的考试 但如果你想上美国的一些私立高中 靠SSAT呢 可以有帮助 好 以上呢 说的是标准化考试 最后一点呢 我们讲一下 参加数学竞赛的经历 大家知道呢 这个美国有一些系列的 著名的数学竞赛 有的呢 叫AMC-8 AMC-10 AMC-12 等等 那我的孩子呢 应该是在初中阶段 考过AMC-8 在高中阶段呢 他考过AMC-10 最前面1% 然后也考过AMC-12 成绩也差不多 就在最前面的这个百分比 就叫Qualify for Amy AIME 如果你是这个AMC系列的 就会了解到 就是如果孩子参加 这类考试的话 会比较熟悉 我看到的信息呢 是说如果你要所谓叫 Qualify for Amy呢 AMC-10的这个考试成绩呢 要在最前面2.5% AMC-12呢 要在最前面5% 这样才能Qualify for Amy 那我的孩子呢 是在高中阶段 9年级 10年级 11年级啊 都Qualify for Amy 12年级呢 我的理解是 大概就不用考了 因为已经被大学略去了 另外呢 他还参加了一个专门的 一个数学考试竞赛 叫做Math Prize for Girls 每年大概是10月左右 在MIT校园举行 在波士顿的郊区 那么我的孩子呢 在连续3年 在他的高中2年级 3年级 4年级 就是前不久 参加了这个考试 那么这个考试呢 对于申请大学 尤其是理工类 数学类啊 比较注重的 像MIT啊 麻省理工啊 加州理工啊 Caltech 还有呢 像卡内基梅隆大学 CMU等等 这样的大学 可能会比较有利 那么参加这个考试呢 和AMC不一样 这个有更多的限制 需要是你居住在美国 或者加拿大境内 或者呢 虽然住在美国以外 但是是美国公民 或者有绿卡 另外呢 还要事先上过AMC系统的 这个有这个考试的经历 才可以 另外的孩子还参加了 学校的集体的啊 数学队 或者数学兴趣组的 这样的这个活动 那么虽然后来呢 我们更多是注重在 这个生物方面的 学习和竞赛 另外也参加了化学竞赛 但是呢 数学呢 是一个数理化的基础 所以如果是学理科 那一般还都是需要的 举两个例子 一个大家可能听说过 有一个俄国的数学家 原来是学历史的 老师告诉他说呢 这个历史啊 有的时候无所谓对错 你知道有好多不同的答案 学生说 我想学一门科学 只有一个 这对就是对 错就是错的 老师说 那你去学数学吧 数学呢 是这个可以更增加 这个大家的国际性 然后对于计算机 不管是学习还是工作 都会有用 另外呢 我自己的邻居 也是我们的北大的同学师兄 他的女儿呢 也曾经是TJ高中毕业的 然后他参加了化学的 国际奥林匹克竞赛 得了银牌 后来呢 上了哈佛大学 学习了数学专业 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 这个数学的重要性 美国的数学竞赛啊 或者是现在的各种数学考试呢 往往比较注重应用性 所以呢 这个数学题呢 注重文字描述啊 有点像这应用题 那么可以更好的激发学生的兴趣 也更多让学生意识到 数学可以解决实际问题 比如说像丈量填模 填地面积等等 是吧 或者你计算 完成某一个具体工作 需要的时间 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有一艘船啊 在海上遇险 需要救援 那要直升机去救 直升机啊 油箱能放一定的油量 每个小时要用掉多少油 另外每个小时呢 能够飞行多少英里 是吧 有一个速度 同时呢 期待救援的船 本身也还在移动 那么直升机去救援船的时候呢 需要在船上方悬停一段时间 另外又需要油 那么直升机应当什么时候出发 根据携带的油 是否能够完成救援任务 这个实际上是一个数学问题 但是呢 就一个应用题 让大家既感到有兴趣 能解决实际问题 另外呢 又看到数学题目 不是孤立的实用性 以及这个文字分析 对于你的重要性 你还要会能够看懂题 看懂这个英文题目 好 那我们这个讲座呢 题目是 2020年度美国大学申请亲身经历 第三部分 高中阶段选课 标准化考试和数学竞赛的问题 好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